大家好,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 Skander软件的安装与卸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安装的配置要求 在这里呢,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去讲它的配置要求了 大家看一下自己电脑的配置和上面的配置要求是否符合呢 好,在这边呢,我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DIVIO主态软件运行环境在运行过程中 要防止计算机系统进入待机或休眠状态 以免发生无法识别加密等异常情况 还有一个我要给大家强调的是 运行平台需要安装Microsoft.net framework 4.0以上版本 好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剩下几个步骤 那么剩下几个步骤呢 详细的资料比较多 我把它放到了一个安装配置说明的一个文件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安装指南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去读了 大家大概的看一下 就OK了 这是安装donate framework 4.0 第五步 donate framework 4.0 安装完毕 然后第二个是安装DIVIO主程序 好 第一步的启动画面 然后这是第二步的启动画面 点下一步 好 选中我接受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第四步 然后选择安装目录 第五步 第五步 安装 第六步 这是安装的过程中 第七步 安装完成 好 第三步呢 安装加密锁驱动程序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大家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适用的时候 是不需要安装的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第四个 卸载 卸载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第五个 最后 我来告诉大家 Donative Framework 4.5 或者是4.0的下载地址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到这个地址上去下载一下 那么主态软件到哪里去下载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这里去下载也可以 还有一个地址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 让我来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首先 我们要下载 软件 然后再来进行安装 下载地址在哪里呢 可以从这里下载 从这个地址去下载 好 这个地址呢 有一个下载中心 那么有一个主态软件 根据版本 那么我们下载一个最高的版本 好 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下载了 好 那么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来安装一下 这是我下载的 里面有一个DIVU Setup 好 鼠标 左键 双击 如果是繁体的选繁体 如果是英文的选英文 那么我选简体中文 确定 好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DIVU 好 下一步选中 下一步 这个安装目录 我就默认 下一步 安装 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如果它会提示你 需要安装DONET FORMWALK 那么你第一步就要安装DONET FORMWALK 在这里呢 我就不去安装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稍等一会儿 正在安装 好了 安装好了 那么我们选择启动 点完成 OK 然后点关闭 那么我们DIVU软件就已经安装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DIVU卸载下来 怎么卸载呢 好 关闭 卸载有一种方式可以从这里 所有程序 DIVU 这边有一个卸载 好 点击卸载 确定 正在卸载中 好 点确定 稍微等待一会儿 正在卸载 OK 卸载完成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词曲 字幕志愿者 作词